大家好,我是Ken 我是來講Bass低音結他 Bass的種類有分幾種 有四弦、五弦、六弦 其實還有很多弦,七、八、九、十弦 其實很多條弦都有 但普遍來說就是四、五、六弦 四、五、六弦之中 它還會有分三種類 一個是Acoustic Bass 一個是Active Bass 另一個是Passive Bass Acoustic Bass 其實我們和木結他沒有分別 它是用木造和音箱 至於Passive Bass Passive Bass就是這支 它不會有入電位 還有Passive Bass 它就是會出原木聲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只是 有前後Pick Up的收音 控制的大小聲 這個就是前Pick Up後Pick Up 是不多制的 還有一個Tone 至於Active Bass 和Passive Bass 有什麼分別呢? 這支就是Active 你看到它後面會有一個入電的位置 剛剛Passive就沒有了 這個入電的位置 一定是入一個9W電 入電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 因為它是多了一個EQ 來控制它的高中低頻 EQ其實就叫做 中文是均衡器 你看到這些按鈕 它除了控制Pick Up 它還有控制大小聲 以及高中低音 還有這支 除了是Active之外 它也是一支不線Bass 這裡有五條線 這樣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吉他和Bass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兩個都是 你只要這樣看 是一樣的 好像有一支 Bang 以及有一個琴箱 Bass 也是 但其實它兩個分別就是 Bass 好像剛剛所說 最少 都有四條弦 而吉他 最少有六條弦 我們看看 最少有六條弦 六條弦 還有吉他上面的弦 是會比Bass 會有很多 這個就是吉他弦 這個就是Bass的弦 那它那個弦的粗度 就會令到它 改變了它的音 那吉他上面的音 其實是會高音一些 而Bass的音 是會低音很多 是比吉他低一個Octave 就是低音一個八度 可以聽聽一下 吉他 其實它出來的聲音是怎樣 吉他最低音是這樣的 而Bass 就是這個聲音 是差很遠 還有 因為這個聲音的分別 Bass 多數會用來做墊底這個作用 是否不可以彈Solo 其實Bass 彈Solo都可以 每人都很好聽 那墊底就是這樣 就是有這個 這麼大的分別 那究竟彈奏Bass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插Ampify呢 那我就先講講Bass的發聲原理 其實Bass的發聲原理就是 經過一條弦的震動 然後Pick Up就會 detect到弦的震動 然後將它的震動 轉為一個電子訊號 然後電子訊號就會經由一個Jet線 就會出一個Ampify 所以我們彈奏電Bass的時候 就一定要用Ampify 用Ampify其實它也有一個好處 我們就可以控制Ampify的大小聲 我們可以調大 亦都可以扭小 我們扭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怕吵到人 但如果也是怕吵到人 我們還可以在Ampify那裡插一個Headphone 就好像這裡 它有一個Headphone位可以給你插 還有可以調大小聲 我們就不怕吵到人 練的時候 通常入門買支Bass的價錢 大概是一千多二千元左右 如果你再玩久一點 更延遲一點 大概是萬頭到 如果再鋪一點的話 就兩萬再打上 那些大師級呢 其實都是大概十萬五左右 其實都講了這麼多關於Bass的資訊 我都怕大家吸收不了那麼多 所以就先講到這麼多 那如果呢 都是想知道更多關於Bass的東西 那記得密切留意 Till Music的YouTube Channel 我會定期上載Bass的影片 大家記得留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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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請訂閱 我們來支付 指引 請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